瑞士聯邦委員會週三批准瑞士加入歐洲天頓防禦計畫 該計畫是德國在2022年設立的一項共同防空倡議 旨在加強歐洲的防空能力 這項倡議期望通過協調各國對愛國者等導彈防禦系統的採購 來降低成本 同時促進培訓、維護和後勤方面的合作 包括德國、英國和芬蘭在內的多個國家都已簽署加入 自俄乌戰爭爆發以來 中立的瑞士受到越來越多來自歐洲鄰國的壓力 要求瑞士允許將製造的武器再出口 從而在軍事上支持烏克蘭 同一天 瑞士政府表示 將於6月舉行為期兩天的烏克蘭和平峰會 瑞士計畫本週向100多個國家發出與會的正式邀請 烏克蘭總統則蓮斯基希望更多國家能參加會議 莫斯科則表示 對談判持開放態度 但俄羅斯不會參加 新唐電視台記者 富裕綜合報導 給你 感谢观看